蘇小會委員之質詢以書面提出 請行政院書面答覆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現在請張祺錄委員質詢 群達時間為30分鐘 有請院長 謝謝 來請蘇院長 院長好 院長好 好 那個我想其實今年 那個是 終於我們這一次的會期 非常高興的有機會 已經算是開始要順利進行了 其實我想國人也非常關注 非常多最近發生了很多很多的相關議題 那當然也是希望能夠 讓我們議事正常運作的情況下 能夠讓院長 你們能夠好好的把一些相關的事情 能夠跟國人說清楚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我們之前 不管是各種議事的杯葛 我覺得也已經浪費了非常多的時間 那現在其實 距離整個這個萊豬的進口 明年1月1號 也真的只剩下30天了 我想國人要關切的題目是非常多的 那尤其像我們自己在野黨 當然我們也要做好一個監督者的角色 其實我們有很多事情想要跟院長來 吹詢的 而且有很多的問題 可能還是要請院長先把它說清楚 好 那我們就 對 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 委員講得很對 我們應該是這樣子來做 讓國家向前走 也請委員多多指教 院長先是這樣 我想國人還是最關切最垂巡的問題 還是就是我們這個萊豬萊牛的這些 進口上的這些問題 第一個 很簡單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到底這個萊克多巴胺 是不是算是國內的禁藥 我們國內不准使用萊克多巴胺 作為飼料添加物 是的 沒有錯 所以基本上這個算是國內的禁藥 就是說沒有錯 我們這次公布的行政命令 是說外國的飼料做了這個 它進來我們把它開放 但是我們國內是絕對是 它就是一個禁止了嘛 就是我們不要這樣的東西 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也知道這次的爭議 其實剛好主委也上來了 其實不管是我們的陳主委 或者我們的潘部長 國訓中心的理執行長 警政署的署長 還有我們退府會的馮主委 其實我想這邊我們其實已經全部揭露出來 我想這也不是我們說的 這就是各單位 包括我們的主委說 我們本身的國內是絕對不可以有的 那我們的教育部潘部長也說了 就是說學校的膳食是不會用 國訓中心是不會用 那還有國軍警銷系統 他們也一定會採國產的CAS標章的產品 那我們的馮主委更直接說 他是不太敢吃這個 那其實這也就是目前的規劃嘛 就是說我們要知道 當然我們承認你們有很大很大的壓力 但是現在各部會好像也做了這些的規劃 所以我們只是問說 其實從這個角度看起來 這個來就是說 含有的這些東西 應該這樣講 如果說他真的都是沒有事情 安全無餘的 那為什麼我們剛才那一列 我們從諸位 就你們都覺得是 就是說我們這個邏輯上是矛盾的 就是說我們覺得他是不好的東西 才要做這些管控嘛 那現在等於說 那等於說我們現在只保障了軍警 農民學生 運動員 那我們大家要反問 那最後1月1號進來之後 是誰吃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 院長或者主委你們怎麼辦 好很謝謝委員 可不可以給我稍微一點點時間 我完整說明一下 這一次 國人一起努力 我們防疫成功 我們是全世界 極少數經濟 還能正成長的國家 而台灣 靠貿易 立國 我們要跟全世界做生意 我們不能守國 我們要加入CPTPP CPTPP 11個國家 都接受 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我們最大的競爭對手 韓國 日本 也都接受 韓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台灣 不能置外移世界 何況 美國 跟我們貿易 光去年 就兩兆 4300億 所以我們和美國的貿易障礙 要去除 但是 一定 會守護國人健康 所以 我們進口的豬肉 美國 或者其他各國 一定 逐批檢驗 一定 明白標示 一定 標示 跟著肉走 一定 嚴格 擊掌 這個院長 您剛剛講的 我可以說完全都同意 因為我知道台灣是經貿利國 而且我們也承受很大很大的壓力 其實直白說好了 藍綠兩黨裡面也都擋不住 這也是個事實 這沒有關係 其實我們現在要往前走 那我們也知道這些問題 所以 等於說各部會才是做很多的 好像算是 我直說 這就是一個善後的工作 因為我們覺得它是有一些問題的 所以我們今天只好這樣善後 而且我們的經貿壓力真的很大 我當然懂 其實未來不只是直說 還不只是萊豬 我看未來的日本的核實的這些問題 都還會一波一波來 這個當然 這是你們的 這個要被承擔的這個部分 是沒有問題 可是我只是要問的 坦白說要問個問題 既然這些東西 你看我們在我們的行政命令裡面 也已經講了 就是說我們是 只能開放國外的用的 那在我們自己是不用的 可是現在就是這樣子 這些做法 剛才其實院長 你也講了 你們現在目前的做法 就是在做法上 你們現在也從源頭 想要做一些管理 標示等等 也是做同樣的事情 只是我們現在要追問的是說 就是做這些事情 好像我們徐部長也說 反正消費者會到時候自己選擇 看到美豬就不要吃 因為你們目前現在大概只能這樣子做 但是這樣子的 就是標個原產地 標個這些事情 是不是就能夠達成 就是解決了這個 我們國人的疑慮 我必須要這樣講 我們往下看 就是說 其實我們民眾黨這邊 其實也是很務實的在看這個事情 我直說啦 我們知道國家的困境 行政院的困境 那我們其實也是要幫大家想 所謂解套 真正的解套方案 所謂這個源頭管理 明白標示 我直說 這也就是民眾黨 一開始就這麼主張的 我們也知道說 你可能有這個 承受很大的這些壓力 可是這個明白標示 源頭管理 到底要怎麼做 我覺得這個 我們可以在這邊 還是要向國人說清楚 為什麼 為什麼要特別要清楚一點 我先要問這個院長 或甚至主委剛好 也可以 美國農業部 其實已經有一個 叫做不成為食以形受體術計畫 我不知道這個 主委 你知不知道 這個在美國農業部裡面 他當然 現在因為養豬 用萊克多巴胺的成本 越來越不划算 所以他開始 大部分的萊克多巴胺 用在牛肉上面 其實不管用來哪一種肉 就是真的 美國USDA 他已經真的已經有這樣的一個計劃 其實你也一定很清楚 他們已經開始在做這種事 甚至我要給各位看一下 也給國文還有院長主委看 其實他們連這個所謂的清單 就是不成為食以形受體術的這些清單 就是廠商 直接這個我們往上就把它拉出來了 就是網上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這個我們還是秀主 就是網上還是一清二楚的看到 就是哪些廠商 他是 不畏的 或者是有沒有這些事 就是說 這個東西說 認真講 他不是在技術上做不到 其實他在技術上是真的做到 為什麼一定要還是要談這個問題 就是說大家也可以看 其實我們的 光到美國去找 他很多的這些產品 其實也都是直接的標示 我們也有把它highlight起來 就是直接他沒有萊克多巴胺 像這個培根的這樣子的包裝 那我們昨天連同仁還特別 聯絡我們美國的朋友 去菜市場去真的找 其實還是可以找到 並不是說找不到 就是這個標示的問題 沒有像我們想的那麼困難 就是說如果不含乙婷瘦體術 不含萊克多巴胺 甚至有的就直接就寫了 不含萊克多巴胺 其實這並不是說不能做得到的技術 所以其實我們 其實國人也一直在談 就是說 我們既然是對他那麼有疑慮 為什麼不就是 把它一次做到足呢 就是說 因為現在目前院長也好 主委也好 你們的方案 都是說 好我標一個產地 或者一個部位等等這些 而且你們既然已經都弄了 禍耗的這些想法 那為什麼這樣 就是我們標明 有沒有 甚至 美國剛才我們告訴各位的 就是說 他連廠商他都敢把它公佈出來 那這就是問題啦 就是說 我們既然別人都可以做 我們真的技術上做不到嗎 我不知道 是不是院長或主委再想一下 好謝謝 委員你這樣問得很好 你會很理性這樣子 問讓我能夠完整說明 我給委員做一個說明就是 政府用法律可以公權力來定 保障國人安全 也就是在這個標準以下的 是安全的 那政府不能說 我所有美國這個 哪一種我給你限制 這樣就變成一個貿易障礙 但在技術上 剛才委員特別提出來 一個是態度 一個是技術 技術 廠商他要給他標示 這個是商業行為 這個是他商品 政府不能用強制來這樣子 這樣人家會說 你排斥我國 你設定貿易障礙 但廠商 這是商業行為 這是合議行為 那民眾 是選擇的標的 這三個是用這樣子層次 委員做教室這樣很清楚 把他分這樣程式 當然我們還是 這真的是可以理性的辯論一下 因為剛才談的就是 美國的這個農業部 農業部自己就在公告他們這些事情 我只能講說 如果當然他們廠商更自願性的 要再做更多進一步 那當然更鼓勵是沒有問題 廠商基於銷路 他要怎麼樣子 那是廠商做生意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 美國的政府部門 我要強調的是 美國的政府部門 也是願意做這件事的 就是說 他也自己公告了一些廠商 甚至他還有這樣子的一個 program 在那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同樣是政府嘛 其實委員長 你也說了 有政府會做事 這是你們貴內閣最大的口號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政府 就是蘇院長 您領導的那個 真的很會做事 這件事是可以做的 我的意思是告訴你 就是說 美國是做到的 美國是做到的 委員 你在國外 得學成歸國 你看 美國會問說 那為什麼日本接受 為什麼韓國接受 為什麼你台灣就給我 受貿易障礙 那不要做生意 我們現在接受 只是說 我們讓它變得更 既然我們大家疑慮這麼多 美國的不管私人廠商 美國的USDA 所以他們自己都願意做這樣子的一個標示 或者是做這樣子 其實所以我說 我們是要往前一步 美國是才自願標示 你右邊那個有機的才是強制標示 沒有沒有 他這邊也有 所以我院長講 這是一個市場機制 美國沒有強制標示 萊克多巴 百分之百 但是喔 他的 剛才其實已經看了 就是說 他的農業部 自己也有把廠商 有些都列出來 所以我覺得 這當然是有些技術程式 他細節 我們不要說追究 要一定到一模一樣 但是他本來就是說 政府還是可以多做一步 其實剛才院長 因為你已經講了 我們還要再談一個部分 就是說 剛才 前面一頁 就是說 當然 這個就是剛才還是回應 剛才院長你自己講 沒錯啦 我們那個政委是說 美國這樣子會貿易障礙 可是我們還是要釐清一下 什麼是貿易障礙 貿易障礙就是說 我們有真的是歧視待遇 這件事情 如果說 這樣講 只有我們做 美國沒有做 那我們真的可能是貿易障礙 也許我們就算是一種非關稅障礙 在做嘛 找他麻煩 可是我要強調的是說 我們看到我們這些板子 這樣這些東西 美國自己在本土上 已經在做這些事情 我不管他自願 或者是廠商自己的 就是說他們做了 那我們沒有貿易障礙 其實這個地方 為什麼我們要打臉一下 這個政委說的 就是說 這不是貿易障礙 因為如果美國人沒有做 我們真的有點障礙 我們找他非關稅的障礙 那我們的廠商 如果要標示 這也都是自由 我們的進口商 他要標示 或他要選擇進口哪種 這也是進口商的生意行為 所以這就是我剛才講的 一個是政府的態度 我只能這樣講 一個是商業的合議行為 這樣 這不是那麼單純的 因為很簡單 就是說我們如果定義 很有清楚的定義 所謂這個貿易障礙 這個真的沒有 因為他的domestic 他的國內 他已經是這麼做的 所以我們很 他美國人也沒辦法 抓出這條說 我們是貿易障礙 所以其實我們在經貿談判上 我只能這樣講 這當然也涉及了 上一次我們台美的那些 我們其實坦白說 還是有點先把我們的籌碼盡失 其實道理上 我們不應該太快的 就是說這些都是做的讓步 其實委員沒有太快 這過程中 是多少的辛苦 委員一定可以設身處地 另外一點 老實說委員 你看我們要加入CPTPP CPTPP的十一個國家 也都接受美豬美牛 有萊克多巴胺 所以台灣自己定一個標準 自己鎖國 那人家不跟你做生意 我還是要再跟院長說清楚一點 就是說 我沒錯啦 這些CPTPP的國家 他接不接受 或怎麼樣 或者他們也承受跟我們一樣壓力 這個都沒有問題 我只是說 還是我一直強調 就是美國國內自己是可以做這些事 我們也可以 我們未來 廠商進口 或者廠商真的有賣美國豬肉 他要標示 我們也都樂觀 這個都是商業行為 我還是稍微再打斷一點 就是要稍微做一個小節 其實說因為這樣講 就是說不管我們現在是政府 現在你們的善後方式怎麼弄 但是現在其實是 我只能說 我們真的是很善意的 在提醒行政團隊這邊 其實國人還是擔憂的 謝謝 謝謝 而且我們也不要忘了 就是說因為我們的這個膳食習慣 其實豬肉真的就是一個大宗 而且之所以這樣講 是因為我們後續做的這些事情 我直說啦 我們其實真的沒有辦法防範到 其實就算你把它標出來 都已經很難了 更何況現在如果是標示的不明的話 就是標示的不明 就是說我們在源頭上 我們也不太知道說是哪些廠商 然後後續的話 如果到了市場 也沒有真的很完完整整的 讓大家知道的話 其實齁 還是很危險的 委員 委員你放心 我們一定用防止 非洲豬瘟這種破例跟效力 我們一定進口 你進口多少 我這個標示跟著肉走 一路從海關一直管道處罰 我知道 其實我們其實跟 其實這樣講好了 我們民眾黨這邊想要的多一點的方案 跟你們只是說再差一步而已 其實這一步其實也就是國人最關鍵 你讓國人就很清清楚楚的知道說 這樣子有這樣子一個東西 在 或是甚至我們在折衷點 就是在compromise點也沒關係 就是說他把它倒過來一點也可以 其實在國外很多 美國是告訴你我是優良廠商 我是台灣豬 其實豬委已經發展的那些序號 對不對 我們沒有 其實你倒過來也是一種方式 就是說我這個東西是沒有不含的 如果我們的認證系統能做到更好一點 就是說 當然我們叫他標 可能他們還是基於商業利益不太願意 但是你倒過來就是說我不含 其實美國很多這些肉品 他們都是這個概念 委員 我們兩個講的其實一致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能叫他標 但我相信這些進口廠商 跟未來真的有在賣美國豬的廠商 他一定會標 對啦 其實我們就是說 但我們不能強制 強制就變得 人家就會 政府是可以做到一些的 其實我覺得說這個就是 我只是說啦 其實到時候這個承擔是 是執政團隊這邊的承擔 我可不可以把現況跟您報告 如果做的違德不足的話 還是會出很多 台灣現在只有13個國家的豬肉 可以進口到台灣 不是每個國家 我當然知道 我當然知道 警察等等這些不要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 如果說以目前你們這種方式 甚至我們現在原來想保障的這些 也未必是保險 因為真的會很不知道 因為你只知道它是美豬 但是我們不知道美豬到底是有 因為你知道美豬也有 有的有的沒有 所以這地方還是會看得出來的 所以我們只能說 我們把這些中庫都已經告訴新政團隊了 就是說你們就是盡量的 要把這些事情補足 真的我們已經沒有辦法 我覺得已經嚴禁於此了 我們謝謝委員 一定照委員所要求的 我們一定要做到 那我也請委員放心跟支持 那我們接著 就是當然還要談一些其他 不好意思 還是必須行政院一些 相關其他的質詢 我還利用最後一點時間 來往下 就是說當然 院長這邊 終於也在11月召開了 這個實安會報跟治安會報 我想這一些東西 當然是我們 我們當然可以說 好了 疫情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在相關的委員會 也在質詢 也是希望說 我們也知道 那麼多的這種相關的 會報 是不是都需要是院長 當然這是可以檢討 我承認這是可以檢討 他不一定都要上綱到全部都是院 但是你們因為 既然在法制上有了這些 但是既然如何把它做好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一個 院裡面的一個統整 就直接往下 所以不是說都是碰到重大案 事件之後才要做 這個東西可能院長你們還是要去 因為你既然放在那裡 你有治安會報 其實我們在質詢的時候 都還會出包 就是說我有開 結果後來都發現沒開 所以我們當然是覺得說 這是重要的 那疫情並不是一個非常好的理由 直白說 因為為什麼 其實現在不管用視訊遠端 其實也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這些事情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做 這我就先說明一下 那另外當然國恩也追尋了就是 包括這些行政院本部的 像發言士他們做的土梗這些事情 也已經是 其實這些還是要被交代 其實不能說因為這樣子 就好像 其實你們這個行政中立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這些事情你做多了 這傷害的就是行政團隊自己的形象 這並不是 我也不知道院長你自己知不知道 有這些事情他們在弄 那當然他們本來就是為了是要政策說明 要做這些事情 可是今天看到的結果卻是 他是在攻擊在野黨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還是要請院長 因為你很難得有這個機會 你能不能說一下 前面這一陣子到底 院本部這邊發生這些混亂 到底是怎麼造成的 是不是 很謝謝委員這樣指教 確實有一些很大型的匯報 我們過去這一段時間 今天因為疫情沒有召開 是事實 但是有很多委員這樣指教 那我們也趕快來開 這我們也把這個要做適度的來改正跟調整 也都謝謝委員給我們指出來這些點 但這中間也不是都沒有做 是把一個大型的匯報拆成很多專案的會議 不過我們確實也覺得委員關心這一點指教也很對 所以我們現在也一個一個來開 第二個就是你指教有關這個所謂制圖這些 當然院長不可能去了解到很細的作業 但我們的同仁有做不對做不好的地方 剛好由各界來給我們指出來 我們確實應該要檢討 如果有做錯就該改 而且確實有一些是做錯 未來所有的這些從院本部這邊 發言師這邊你們做的這些都能夠明 其實這也叫做清楚的明白標示 就是說你要很明白的告訴我們 這是出自你們內部的 因為這個東西是花公帑所有納稅人的錢 來做的事情 它就是政府資源 其實訂發言人 前發言人他的問題真的就是違法跟失職 直說了 因為他真的是違背了這個行政中立法 就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因為這些小編他們也是准用公務員的 所以這些當然他們就已經有這個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是真的要內部有一個檢討 而且未來可能你們機制上露出的這些東西 當然一定就是要告訴我們 這是來自於行政院的 這可以承諾嘛 這個我們有做錯的地方 確實也應該檢討 而且我們也有檢討應該改正 這一點是真的很對不起 那謝謝那個院長 能夠把這件事改善 那我們再接著 就是說當然還有一些小的問題 就包括這個公共電視這件事 之前也是引起軒然大波 因為他本來想要說這個影音平台的地方 要來做 那後來又緊急停止了 因為後來連公事自己都覺得說不妥 他們很多人還辭職 後來就用轉委託的方式交這個中央社來承辦 這個問題是在哪裡 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問 就是說他在沒有這個特定編列 特定的預算裡面 他就有這個先導 就用二倍金來做這些事情 那甚至未來 我現在是預告 其實我們現在是預告 就是說預告什麼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未來要是真的中央社又拿到那個更大的那個實益 先導計畫也是他 最後這個也是他 這個道理像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可以這樣子做嗎 其實大家也一直在詬病的就是說 你們可能有用這些東西 在做自己的宣傳等等這些事情 我覺得在這個體制上 政府採購上 這真的要很清楚 因為馬上就可能會發生 其實很多人最近其實在內閣這邊 很多的這個頻道的問題 也一直被人家詬病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地方 我們也是很善意的 其實覺得說 你們要真的想清楚 這樣子 未來雖然要推這種事情 我們沒有說這是不對的事 但是說在程序上 那當然主委也上來 在程序上這個地方 未來你們可不可以 能夠真的就是依法行政 把這件事 不是未來就是說 可能我就是一個便宜行事 因為他到底是補助 還是要是委託 這些我們都不清楚 目前都看不懂 委員很謝謝指教 我覺得一個政府 政府在為人民做什麼 應該讓人民知道這是應該的 那台灣在世界上 要讓世界看到台灣的做的事 讓世界看到台灣 這也必須的 但政府應該依法行政 這委員的指教很對 第二 我們的意備金運用 有很嚴謹的規定 這也不是想用就能用的 所以我們會遵守這個來做 那相關的這個作業作法 那有不對的有什麼 或者有不周全的 或者有哪一些地方欠周想的 我們都會針對科界指教 這些問題 這個案子真的就要請主委您特別定 因為它真的就是一個 你們幾乎是下一年度最大的案子 那這樣子它在程序上 我覺得像既然國文都已經提出 這樣子的懷疑了 我覺得真的必須要有一個完完整整的 政府採購依法行政的程序 這可以承諾 好 謝謝 那其實再過來 就是說當然 目前還有一個交通的問題 大家現在也在關切 就是關於鐵路立體化 當然這件事不是壞事 就是說我們希望做多一點這些事情 但是現在就是一樣 它都是 我其實今天很多後續這邊談的東西 都是涉及我們用大量的公帑 在做一些事情 但是它可能出現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 當然我們已經說先核准23件 當時當然我們的林部長這邊 也已經說 就是把取消了鐵路立體化自償率的這件事情 可是這件事情是這樣子 目前你知道地方反映上來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 鐵路立體化這件事也有可能未來會虧損 那甚至呢 我們現在都已經在這個交通部這邊 就是說 如果未來虧損 甚至要地方跟它配合 我們現在就很好奇 就是說 部長剛剛也在 就是說 你們一方面取消所謂 鐵路立體化的讓它自償率這件事 不要 等於說我不要那個評估 但是你們又好像隱隱約約覺得 未來可能也不太會賺錢 我當然知道路軌經濟沒那麼好弄 那現在呢 你們又說 那如果未來真的賠了錢 地方政府也要買單一些 我不知道 這東西現在看起來非常的矛盾 當然地方政府想要這些我承認 但是到時候賠了錢也要算他有份 這我不知道交通部這邊的你們 總體的這個規劃想像是什麼 是 我跟委員說明 鐵路立體化 但不是指捷運 因為那是另外大眾捷運法 其實鐵路立體化 不管高架或地下要不要做 這是應該全國一體 根據鐵路法 這個也是中央主管 那當然地方如果說它要開發車站 我們會去尋求它的效益 可是該不該做 如果純粹以財務計畫的 所謂的這個自償率 那個會造成一個問題 地方為了要做 所以把它灌水 墊高 可是事實上說下去之後 地方財政沒辦法負擔 因為我的時間已經有限了 我只能說齁 這個地方你們要跟地方有一個 我完全同意剛才部長 你自己看出來的那個問題 因為地方它也可能會去高估那些 所以這個就是導過來就是說 這些自償率的這些評估 是需要的 它反而可能也還是要看清楚 在鐵路方面我們認為過去的經驗 其實導致了一些副作用 但是後面的風險很大 所以是不是能這樣子 我就請部長就是說 你們也承諾就是說 後續這個的風險評估 我們要緊密的管控著 以免到時候 我們做了這件事 地方算一直想要想要 最後又是文子館 又是什麼 這個問題會很多很多 在交通這邊特別多 所以就是請部長 能夠在風險評估 財務評估上 這個要認真的做好不好 先這樣子 我想這個應該是可以承諾 我們事實上是協助 比如說宜蘭跟嘉義 宜蘭縣跟嘉義縣 他們本來要做很長 那我們協助他把它縮短 就必要的地方把它立體化 不要去權限 這個時候呢 財務計劃可行 我想這個院長應該也會同意 就是整個交通的機制 我們要TOD沒有錯 但是他整體發展的方案 風險上的評估 好不好 因為我還有一節 謝謝 謝謝 那再來 當然我想也是國人最關切的問題 我們直接往下 其實院長 這是我最後的部分 居住正義也是您說的 2014年您就說 這無旁貸的義務 2018年您又說這一定要做 可是現在這樣子講 院長其實您自己也很清楚 現在民院的第一 第一 還是 這個 就是居住的這個問題 還是房價的問題 甚至包括前一陣子 這個紅丹草房 更是最大惡極 我直說了 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們直接往下 所以是不是院長 就是居住正義 能在你的任內落實嗎 會員 我們昨天一早 才集合相關包括內政部 好多的部會 一早喔 八點我們就已經為這個開會 我要一兩句話就好 院長因為我時間快了 就是說 你覺得現在的整個房市正不正義 是非常不正義吧 我們不能說非常不正義 但蔡總統 就任以來 對於怎麼樣子 讓這個年輕人 比較弱勢者 也有可以 有房屋可以住 這是基本人權 其實我覺得 絕對不要把所有的房子 當成什麼經濟火車頭的這種 其實現在都是 他是人住的 其實他的問題真的很嚴重 所以 拜託院長 一定要為我們這些年輕人 為我們下一代 居住正義 這是太重要 太重要的事 好 謝謝 接著請林毅華委員 質詢 尋答時間為三十分鐘 謝謝